歡迎收聽星期二 來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10月19日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 與輝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首先為大家繼續跟進 在英港人在曼城中國領事館被毆打的事件 英國愛商企鑽明強調 今次示威者在英國領土和平合法示威 他們被毆打的事件不能接受 英國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暫時還未有人被捕 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說 不法分子惡意滋擾 已經向英國政府提出交涉 汪文斌說 由於不法分子惡意滋擾 非法進入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館 導致中方人員受損 中方管社安全受到威脅 中國駐外市領館安寧和尊嚴不容侵犯 我們希望英國政府切實履行責任 採取有效措施 加強對中國駐英市管管社和人員的保護 而今次被拍到有份打人的 中共駐曼城總領事鄭希元 就寫信給英國警方 她表示對警方處理抗議活動的方式感到失望 鄭希元有虛信媒體 她說有一班示威者衝進領事館裡 領事館工作人員 就用身體抵擋未經授權進入的示威者 和抵擋他們的襲擊 鄭希元又說在混戰中 有一名示威者抓住了領事館的工作人員 不肯放手 同時就把他們拉進去 雖然我們幾個領事館工作人員 試圖把他拉下來 但示威者繼續襲擊我們的工作人員 鄭希元又批評 示威者一直在展示令人反感的圖片 包括習近平掉頸的一幅畫像圖片 和用中文寫的標語天滅中共 下一則新聞 英國首相卓偉斯今天到國會下議院接受質詢 他再就減稅計劃引起的經濟動蕩致歉 卓偉斯說 我很抱歉 我犯了錯 但當時可以做的正確的事情 就是作出我所做的改變 繼續工作 為英國民眾服務 議長先生 我們推出能源價格保證 協助民眾過冬 我會繼續這樣做 在野工黨黨魁斯 既然批評卓偉斯領導的保守黨政府 拖垮經濟 應該下台 卓偉斯回答說 全球經濟環境欠介 政府已經盡全力保障經濟穩定 形容自己是鬥時 而不是輕易放棄的人 英國衛報就報道 有多達100名保守黨議員 已經去信下議院黨團1922委員會主席布雷迪 要求對卓偉斯發起不信任動議 有議員說卓偉斯的情況嚴峻 最近有調查顯示 只有38%的保守黨黨員 認為卓偉斯應該留下 有55%的保守黨黨員認為他應該辭職 有三分之一的保守黨黨員 就希望卓偉斯的上一任 即是越航順重返首尚負 另外也有另一行最新的民調顯示 有77%的受訪英國民眾 不滿政府的表現 是這個民調機構過去11年以來 錄得最差的記錄 而滿意的人只佔7% 而民望正值進一步跌至-70% 不過也有政府內部人士指出 保守黨如果在未有明確接任人選的情況下 迅速推翻卓偉斯政府 無疑是一場豪道 有民調進行大選預測顯示 保守黨將會出現1997年的崩潰式大敗 失去219席 只是取得137席 而工黨就會以411席贏得大選 上台執政 卓偉斯昨天出席內閣會議時說 希望民眾明白日子會很艱難 但通過解決現時長期存在的問題 將可以令英國走上更強大的道路 卓偉斯昨天又與一批保守黨國會議員 還有一批由支持脫歐議員組成的 歐洲研究小組成員見面 卓偉斯的發言人說 卓偉斯說對於未能履行減稅承諾感到失望 但說這個決定是必須的 下一則新聞 英國內政部昨天正式推出入境條例修訂 當中包括擴大BNO簽證計劃的條文 將容許於1997年7月1日後出身 父母隨便一方有BNO資格的合資格香港年輕人 申請BNO簽證計劃去英國居留 而他的伴侶或其他家人都可以一起申請 條文將於今年11月30日生效 根據英國內政部的文件顯示 修改將會適用於符合以下條件者 至少有一位父母是BNO港人 而那個申請人是18歲以上 出生於1997年7月1日或之後 居住在香港、英國或英國皇家屬地 文件又說他們的伴侶、受輔養的子女 和成年受輔養的親屬都可以一起申請 英國邊境移民政務次官福斯特 今年2月已在國會表示 英國決定放寬BNO簽證申請資格 將會容許1997年7月1日或之後出生 年滿18歲的香港年輕人 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是BNO港人 就可以獨立申請BNO簽證去英國居留 不再需要以受養人的方式申請 英國在去年1月31日 正式開放BNO簽證計劃 比符合BNO資格的香港人 申請BNO簽證去英國居留 而申請BNO簽證所需的文件很簡單 第一,現在住的屋的住址證明 第二是家庭關係證明 例如是結婚證明書、出生紙 第三是生活開支能力證明 即是銀行的月結單 第四是TB test證明書 即是肺結核病的測試 第五是香港特區護照 而BNO簽證5加1的意思 五是申請永久居留權 在你拿到這個簽證去英國居留的5年內 任何12個月內都不可以離開英國超過180天 日期就以簽證獲批當日計起 而一就是申請入籍的時候 過去一年內不能離開英國超過90天 自任英國內政大臣龐代令曾發文表示 英國對香港人有著歷史上和道德上的承諾 所以就放寬BNO簽證計劃 下一則新聞 以故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9月8日逝世後 民眾擺放了大量的玩具熊和花燭 在英國白金航空溫沙堡外面 而白金航空近日宣布 民眾哀悼所留下的千多隻柏林頓熊和其他泰迪熊 將會捐給英國最大的兒童慈善機構巴納多基金會 而巴納多基金會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內收到一些經過專業清潔的玩具熊 白金航空在聲明中表示 我們承諾會照顧這些深受喜愛的玩具熊 他們將會為我們支持的孩子們帶來歡樂 巴納多基金會成立了超過150年 致力保護小朋友和青少年 在今年6月初 伊麗莎白二世慶祝登記70週年時 以後 柏林頓熊成為了 《煙女王的白金希派對》的象徵 在當時派對和音樂會 令人難忘地 由《煙女王》和電腦合成的柏林頓熊互動展開 影片的結尾是柏林頓熊在《煙女王的茶杯》 敲擊著《王后樂團》著名的歌曲 《We Will Walk You》的節拍 除了將柏林頓熊捐出去之外 倫敦的英國王家公園服務部門就說 上個月留下的很多鮮花已經造成堆肥 將會在其他種植計劃中循環再用 下一則新聞 英國鐵路海事及運輸工人全國聯盟 昨日宣布在11月會發起三次罷工 對資方、國家鐵路網就薪酬問題走數表達不滿 工會宣布將會在11月3日、5日和7日罷工 他們又說本來工會和資方、國家鐵路網達成了協議 資方承諾改善薪酬和合作商討和解方案 但現在資方就被指違反承諾和有意削減人手 以及編排更加不利的工作安排等等 工會批評資方一方面向談判代表 聲稱準備達成協議 另一方面有向員工的工作條款 實施無法接受的改變 導致工會成員對資方的雙重手段感到不滿 所以決定以持續的工業行動回應 工會又說 國家鐵路網直接向員工去信 企圖損害談判 又嘗試重推一份之前被否決的協議 英國鐵路工人在過去幾個月多次舉行罷工 要求改善工作待遇 而未來11月除了國家鐵路網外 共會的倫敦地鐵和歐佛環的鐵路員工 也都會在11月3日罷工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堅持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拜拜 我們現在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沒錯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歷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我們會選擇 FIN